离婚的时候难免会有人想多分财产 那怎么办呢 有人为了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就拉来亲朋好友伪造债务关系 打起了假官司 在今天江苏省检察院公布的虚假诉讼 典型案例上面一些隐蔽的作假手段被曝光 江苏司法部门的出台规定 严厉打击这种鱿木混珠的行为 蔡某和王某本是涉养一对夫妻 2009年2月 妻子王某主动向法院提出离婚 但是丈夫蔡某想在离婚时多分割些财产 动起了歪脑筋 由于法律规定 夫妻共同债务在离婚财产分割时 需要用夫妻共同财产优先偿还 于是蔡某便想伪造出一个债务来 以此转移夫妻的共同财产 他找来了叔叔蔡某某 居购一张2006年6月的12万元的购房借条 叔叔蔡某某再以借款未偿还为由 申请法院查封夫妻俩的一处房产 这样在离婚判决时 房产将不能被分割 事后可由蔡某某归还或补偿给蔡某 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段 在离婚案中并不少见 案发后 蔡某犯妨碍作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叔叔蔡某某也因帮助伪造证据罪被判刑 还有的案例是因为债务人不想偿还债务 也通过虚假诉讼来转移财产 给债权人以无力偿还的假象 那由于虚假诉讼的双方多半是亲朋好友串通作案 有的时候甚至是法律工作者和律师直接参与策划 隐蔽性强 于是今年6月份呢 省法院检察院公安厅以及司法庭4家单位 联合制定了我手中的这份 关于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的规定 规定中提到要对借贷纠纷 离婚破产等13种案件防范虚假诉讼 次部门在任何一个司法程序中 一旦发现虚假诉讼将立即停止执行 并且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新闻360记者南京报道 说到底啊 这个虚假诉讼就是在跟这个司法机关玩小聪明 钻法律的漏洞 江苏市全国首个公检司法四部门联手 起来打击虚假诉讼案件的 因此奉劝有一些人不要抱有唤醒 免得偷鸡不成18米啊